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 功德心在哪 彰化县浦岩湘南新村自行车道上有一座方木景观桥 造型别致 不过桥身狭小 仅能提供人行步道 禁止机车通行 不过却有其机车骑士未省下绕道200公尺时间 私自将行街桥梁的木栈道拆除 并铺上水泥 以利自己方便通行自私行为 破坏整体木桥景观 不少人气的大骂缺德 该座景观桥桥宽约1米2 桥长25米 原是横跨自行车道与西湖排水直线的防震道路的石桥 12年前建府城关处修善为木桥 4年前社区南新村村长施政和透过水保局申请农村再生计划 将该处整金为竹林修气站 木桥也改为方木制 外形更为精致 提供自行车人士修气赏景的好地方 用心经营社区美意 却屡次被人破坏 施政和表示 经常到对岸农屋的民众 为了交通方便 多次在木栈道下方铺设大木头或砖块 以供让自己的机车上桥通行 节省绕道到200公尺远的南新桥 可是木栈道不堪机车重压 早已出现下限连行人出入都有问题 正愁要找经费修缮 竟被直接铺设水泥 直通桥凉了 连修都无法修 只能重做 民众缺乏公德心的行为 真的看傻眼 有村民表示 该变桥本来就能提供机车通行 是设计不良才导致村民往返不易 施政和言辞指出 改善前只是没有护栏的水泥变桥 连人走都有危险 其纯机车更是拿生命开玩笑 加装护栏是让往返民众过桥进出有保障 怎能把方便当随便 有人建议加装 栅栏可是会破坏景观 还在考虑 施政和说 大概知道是哪些人所为 不过并不想为此举报 伤害社区感情 不过毕竟是花费百万的公共造产 呼吁村民一定要珍惜 浦言乡公所表示 该景观桥建造之初 为水保局农村再生计划拨款补助 公所并无实际管辖权 只能呼吁民众要有公德心 会协助村长向水保局 申请修缮经费